由张彬彬和林依晨等人主演的电视剧 《小女花不器》即将和热来袭 该剧改编自装装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的是林依晨饰演的花不器 是一位机灵聪慧的小乞丐 被人追杀之时被张彬彬饰演的陈玉所救 从此情根生种 后来花不器为了报家仇 以江南朱家女儿朱朱的身份再次出现 并凭借聪明才智 将朱家经营为江南首富的故事 林依晨的演技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这也是她和张彬彬的首次合作 张彬彬虽然出道的时间尚短 但是无论外表和演技 张彬彬都是强过许多的小鲜肉 尤其是在当时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黎静 虽然最后落朵了一个孤独终老的下场 但是因为妖孽一般的面容 还是吸引了无数的粉丝喜爱 与三生三世相同的是 张彬彬在剧中和林依晨的感情戏份 依旧十分虐心 在剧中张彬彬与林依晨也是经历了诸多的生死 起初林依晨对张彬彬一见钟情 因为她就是自己心中的连衣客 两人虽然误会重重 但是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 但是就在两人大婚的当天 张彬彬的另一重身份曝光 她竟然是自己杀父仇人的儿子 林依晨瞬间崩溃 而这时一心想要张彬彬性命的反派 在两人的婚礼上一拥而上 张彬彬顾不上解释 抱歉林依晨就跑 但是这时的林依晨根本不再相信张彬彬 怒删她一耳光 说道你一直都在骗我 而就在这时追杀的人赶了上来 张彬彬为了救下林依晨 自己摔下了悬崖 林依晨看到张彬彬为了救自己 以命相搏 瞬间崩溃大哭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 欢迎订阅和转发哟 我们下期再见